肚子饿了 身材瘦少的女住户订了素食店的欢乐送 结果送来的餐点一错再错 她怒火中烧 竟然把脾气宣泄在外送员身上 眼看对方要离开 竟一手拉住门把 两人扭成一团 这举动惊动社区保全 连忙上前关切 女住户订了素食店的外送餐点 结果两次都送座 她看到外送员过了 她非常的生气 与对方起争执 还不让这名外送员离开 甚至到最后向外送员提高伤害 送餐冲突就发生在去年的6月底 台北市送餐区这处社区 35岁陈姓女住户指控素食店出包 甚至连业者派来补送的餐点也出错了 这让经常碌碌的她简直气炸 不满外送员也没有诚意解决问题 这冲突过程还打脖子和手受伤 事后提高伤害和妨害自由 但检察官调阅监视画面 认为是女住户伸手挡住大门不让外送员走 26岁黄姓男子从头到尾都没有动手打人 因此最后不起诉 定外送餐点遇到用餐接风时段难免会出错 业者会重新制作重新派送作为补偿 但是一错再错 女住户迟迟吃不到想点的那一份餐 竟然把脾气发在无故外送员身上 还向对方提高 好在检方仔细看一眼 厘清真相也还给外送员公道 TV热王华丽礙台北长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重新容易atk Carlos 我能四季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